620 特色舖外 大家好 我是620 為什麼剛剛星期三才出現節目 這麼快我又會有第二集出街呢 其實大家現在聽著這個呢 是620 特色舖外 有時可能我看了一些劇 等不及下集那裡跟大家說 那所以呢 就會長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究竟看完那部劇啊 有什麼怨恨啊 那就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說一說 就是為什麼會有特色舖外呢 話說我昨天看完那不俗之弱的大結局呢 真的可以這麼說 看到我吐把布 一早都知道 阿林峰是人扮魔鬼的 但是 其實我沒想過 是真是狗到這樣的地步 他是說他 是用催眠 說到催眠這麼厲害 那個蘋果這樣 把動作這樣重複做 那就是說 讓人家催眠的產生患覺 那現在我明白為什麼 男人打飛機呢 會不停地坐在那裡 原來就是令自己產生患覺 讓自己產生興奮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有沒有真的有充分的資料搜集 我不用催眠 我可以肯定 他已經催眠了我 我覺得吐氣很糟 做了這麼久 其實來來去去 就是說一下 林峰怎樣去報仇 怎樣去成 說到尾 其實林峰是一個 做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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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做了 讓他解大歡喜 雖然他坐牢 但是 哇 妹妹又醒了 是不是 又有個女人掉他 哇 多好啊 那麼 解大歡喜 那就算夠了 林峰也想試一下自己 譬如做一個奸角 究竟會是怎樣呢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林峰 又不是說真的沒有演技 但是 有時就是 所以TVB的 狗的編劇手上 即是之前 那個談定說案 到今次那個 不速之躍 其實那個編劇 都真的累了林峰 不少 你可以這樣說 那些東西都不笨合邏輯的 我看見昨天 林峰那些演技 唉 看得出他都是有心機的 但是我想他自己會覺得 喂 其實我究竟他還有什麼 那樣 既然說到林峰那麼厲害 那麼他 他這樣坐牢 他都不怕會被一些 被一些人刺屎的 他就拿著 沒有蘋果 他就拿著一個橙 在深海後 測量測重複的動作 你不要點我時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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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直接刷兩刷 然後騙陸景 等等 你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 我是魔鬼 你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更好看 有個問題 那套劇 經常交代林峰咬蘋果 那你咬完一口 那之後怎樣呢 他永遠都是咬完 那這次就沒有交代其他東西了 那那蘋果怎樣呢 現在廣告都有賣 現在多少人浪費食物 多少噸 多少噸 你這樣不是吧 你咬兩口 你吃不完整個蘋果 那你就切開一塊這樣咬 一樣都有效果的 唉 我昨天總之呢 就在這裏看 看到他的網絡壞 發力就是催眠 唉 真是 比那時候我看阿黎明 還有阿鄭醫健那裏雙行碟 一樣這樣咬的 一模一樣的 這個就是呢 我好想馬上講的 即我昨天看過不速之躍 那個偶拍破鏡 不會太長的 那可能都是幾分鐘 那我就講完的了 這些特別好愛 本來應該是昨晚 昨晚就立即 一看完就立即錄的了 不過呢 就因為昨天看完之後 哇 九八譜頂到想深 那所以呢 就不錄了 那等今天呢 憂養生息呢 喳喳臨錄完 立即鋪上去 給大家聽一下 我究竟對這裏不足之躍 又多遠了 不說那麼多了 好呢 拜拜